每年的暑假档都是聚集竞争最为激烈的时刻 所以各大平台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将热度与观众期待值相对较高的聚集放在七八月份 以便与别的平台进行对打 而能够在七八月份上线的聚集 不管是在内容质量上还是演员阵容上都会具备一定的实力 虽然这还是六月份 但各大平台已经纷纷为暑假档开始造势了 七月 诚意带你恣意江湖 感受别样的江湖儿女情 近亿 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网上不禁而走 有爆料称 由诚意 曾顺兮 陈都灵 王贺润 陈一涵 徐百慧 刘孟锐 五 施乐领衔主演的古装武侠玄一句即将在七月份与大家准时见面 其实 作为最有魅力的武侠悬音型题材剧 莲花楼自立项开始都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自开胎后 网上频频释出的路透图更是将大众对这部剧的期待之拉满 除了是大热的题材外 另外还兼之诚意的加持 所以 该剧也早已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代报剧 莲花楼改编自腾庭的小说《吉祥文莲花楼改编》而成 主要讲述了文明武林的四部门门主理相宜再一次大战终身受重伤 后引退江湖成为淡泊名利的郎中李莲花成一饰演 在遇到新朋友方多病增顺息饰演与旧迪迪 飞升肖顺瑶饰演后重新卷入江湖的故事 成一的演技自是不必多说 表演张弛弛有度 每次都能很好地将角色气质完美地呈现给观众 代入感强烈 演员顿感力十足 打戏更是精彩 行云流水般的动作既不失美感又不缺乏力量 在莲花楼中 成一所扮演的李莲花人设魅意十足 性格温和善良 有着多重身份 既是不懂半点医术的江湖神医 也是四顾门的门主 更是被人称之为古代名侦探柯南 可谓是走拿拿死人 他洒脱不羁 酒壶不离腰身 大智若鱼是他的名 看破红尘是他的姓 东海之兵又是他的宿命 据说 内部对这部剧集的评价很高 从预告片来看 该剧质感也十分不错 加之原著中的许多高光时刻都有被拍 所以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如此优秀的剧集 平台将莲花楼的时间放在七月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玉古瑶被押多时 终于将排播提上了日程 七月有了武侠剧 八月当然少不了玄幻仙侠剧了 据悉 由肖战 人民领衔主演的玉古瑶的被播时间 放在了八月份 不得不说 而是非常懂得营销的 手里捏着一张王炸 却迟迟不肯丢出来 大众对于这部剧的期待值不用多说 杀青都六百多天了 网上都不知道上演了多少次狼来了的戏码了 但每次的期待热情不减 江战 作为扛剧王 不管收视率还是话题度都不在话下 毕竟他主演的余生 景多指教和梦中的那片海已经上线 就立即把收视率平台整崩了 加之 玉古瑶是肖战爆红后出演的第一部古装戏 这也让喜欢他神言的粉丝们更为期待该剧了 可遇见上线后的热度有多爆了 玉古瑶是根据苍月的小说《朱颜改编》而成 主要讲述了孤高清冷的空桑皇太子石颖和热情仗义的赤族郡主 因一花之恩而结下敏捷夙缘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感情纠葛后 两人共同守护空桑王朝的故事 总能轻易拨动人心弦的诗图恋 加上情深入骨的虐恋 本就最让人意难平 作为毕业美学中的玉古瑶 仅预告中的一句你就这么爱他 我死了你会难过吗 就被一度刷屏 甚至于有网友总结了肖战在剧中的造型 白衣发糖 黑衣发刀 可见肖战演戏时的感染力有多强 肖战的古装从未让人失望过 从北唐漠染到魏无限 再到石影 他总是能给人带来惊喜 明敏 灵动的表演曾荣获李少洪导演的大力肯定 可以说两位主演 要颜值有颜值 要演技有演技 强强联手必然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来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该剧还未上线 但版权却早已走出国门 一月份的时候就被韩国购入了播放版权 可见不仅是国内高度期待该剧 国外网友也不例外 如果网上的消息为时的话 那今年的暑假档可真堪称是神仙打架了 步步聚集都是心头好 每步都值得期待 希望不管是7月份 还是8月份都能如约收到这两份惊喜